大家好 我是 Ray Ma 今天和大家評測的手機未必講得上有很大驚喜 但絕對是非常獨特 它是我手上的 LG G7 ThinQ 它是紅色的版本 非常搶眼 還有它繼續延續了 LG 多年原用的雙鏡頭廣角拍攝 Hi-Fi Quad Deck 3.5mm 耳機插口 還有這次獨特的 Boombox 喇叭配置 各方面的表現如何呢?事不宜遲,去片 首先在外觀設計方面 LG 繼續延續了 G6 和 V30 的雙玻璃面加金屬邊框設計 最大變化是這次機身變得更加修長和方正 同時相機模組都有橫向變成直向 配色都經過重新思考,它並不是很實在的顏色 反而有漸變,很有深度的感覺 尤其是我手上的紅色 光線的強弱,光源的集中與否和現場的色溫 都會對機身的顏色和折射效果產生變化 同時今次金屬邊框都同樣用了拋光處理 令整部機的感覺非常炎耀和精緻 紅色非常搶眼 雙玻璃面機身,加上拋光處理的金屬邊框 整個手感很連貫 再加上3D 玻璃機背,令手機貼合手心 人體工學都符合 爭議性最大的一定是這個notch 同時notch 側邊的邊框和機身左右邊框的粗度不一致 再到下巴又有比較粗的邊框 所以整體顯示的效果不是至中,並不是太水平的感覺 另外再要挑剔是指紋掃描器用了塑膠物料,而不是玻璃的物料 首先不說顏色上有色差,同時內掛度也不夠玻璃的塑膠 不過整體上手的感覺,19.5x9 超闊的螢幕,或是超長的螢幕 加上超窄邊框設計 感覺有2018 旗艦手機的感覺 再者,它的工藝都比以往的LJ 手機有不少進步 最明顯是玻璃面板與金屬邊框的接合有完美的縫合 沒有了以往的工藝不差 而且紅色的機身非常搶眼和有性格 雖然表面的塗層為手機帶來少許的膠感 但整體的效果都很深度和有層次 至於硬件配置方面,首先支援 IP68 防塵防水 另外無線充電都當然有支援 雙卡雙待或 microSD 插卡都同樣有支援 而底側有 3.5mm 耳機插口 Type-C 插口和單喇叭開孔 不過今次的單喇叭有內藏乾坤,卻是內建 Boombox 的技術 稍後會和大家深入慢慢聽聽它的效果 而去到機身的左側,除了音量鍵外 還有 Google Assistant 的捷徑按鍵 按一下就直接開現在大家看到的 Google Assistant 按兩下就直接開 Google Lens 容許用戶可以直接點擊現在相機的照片看到的物件 然後直接給大家一個名字或翻譯 經過測試後,對於動物或名聲或植物或花等等特別精準 但對於一些人造物件或產品或商品,並不太敏感 最多只能找到電話或電腦 和大家現在看到它可以認出指定的花種或動物品種 非常不同的層次 最後指紋掃描器是標準旗艦手機應有的水平 都是快速的體驗,同時擺位剛剛好在食指,平放的位置 不會太低或不會太高 整體,雖然設計言語和之前未必有很大的突破 但工藝細節是有成熟的水平 同時很有層次的紅色,深度十足 再加上硬件配置完善 設計和工藝方面未必有突破性的分數 但絕對是合格之上的水平 剛才提及過部分功能,現在就跟大家深入講解功能和效能方面 Not Code 絕對是LJ 手機的標誌性功能 同時這次原生預載 Android 8.0 Oreo 系統 而至於剛才提及的 Lock Screen 這次的horizon Display 繼續讓大家左右切換不同的 Quick Settings 當中包括 Wi-Fi,藍牙和電筒等等都是最方便常用的功能 甚至快速切換過曲都可以 至於介面的風格方面,繼續是一貫非常深度的 LG 個人化開發 同時原生 Android 都有比較大的出入 但這次新的 LG 介面都沿用比較平面化的設計 簡約的線條和顏色 同時方正又帶有圓角的 App Icons 和機身設計線條相對應 而在主板面向下拉,就有最近的 Conversations 包括有 Email 和 Messages 活動和常用的 Apps 等等 長按 App Icons 打開 shortcut menu 功能也有結合在 LG 介面上 但原生的介面並沒有 App Drawer 這時大家可以去到 Settings 選擇原生的 Home 單層介面或 Home & App Drawer 另外 Navigation Buttons 都可以給用戶自行加插指定的功能 當中一鍵拉出 Notification Panel 的功能就為最常用 或是雙卡雙待的切換等等 而針對 Notch 今次 LG 都容許用戶去隱藏 Notch 或選擇開啟 甚至有比其他廠商更豐富的個人化設定 首先它有幾個不同的托底顏色選擇 但自己都喜歡唇黑的顏色 另外 Corners 圓弧的邊緣弧度都可以給大家選擇 以比較方正的顯示或配合底邊下巴的圓弧角度就給大家選擇 另一個方便操作的功能是 Floating Bar 日常在限制時隱藏在螢幕的左側或右側 有需要拉出的時間就可以直接切換歌曲或一系列的捷徑功能 而最後在功能方面今次還加了 Gaming Mode 可以針對指定每一款遊戲設定 Resolution 和畫質 效能和電池續航力和畫質方面大家取捨 而講到打機今次 Snapdragon 845 處理器結合的 Adreno 630 GPU 驅動 QHD Plus 的螢幕去打機 大型 3D 遊戲都絕對不是問題 同時系統的靈敏度和過場動畫的順滑效果都是我用過LJ 手機中最好的表現 都是現在 2018 旗艦手機應有的水準 剛才提到的都是個人的主觀感覺 而實際的數據方面繼續按照通一開 Apps 速度測試 打開同一系列的 Apps 程序和大型遊戲 第一回合 G7 ThinQ 的速度大概與 2018 旗艦手機的水平相約 但當中稍微比較慢的一步 而第二回合手上的 128GB ROM 和 6GB RAM 版本當然是把所有 Apps 都放在背景執行 同時 Apps 和 Apps 之間的切換都到了完美順滑 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效果 整體綜合兩個回合 G7 ThinQ 就是現時 2018 年當代旗艦手機的水準 不過就不是當中最快的表現 稍微偏慢 不過日常操作順滑和打機的表現都令人滿意 再加上功能完善 隔面風格雖然不是原生 Android 但都可以接手 很快就去到 G7 ThinQ 最大的賣點之一 雙鏡頭廣角拍攝 今次主鏡頭繼續維持 1600 萬像素 光圈就 F1.6 光圈 可惜還有廣角效果由上次 330 的 120 度減低 107 度 亦都不支援光圈放手震 不過相信像素的提升,角度的減低對邊緣虛化問題有改善 以及對它的清晰度都有幫助 另外 LG 今次都很著重 AI 方面的應用 包括有現在大家都看到的 AI Cam 模式 其實它跟之前的 Sony 手機 Superior Auto 是很接近的 針對不同的場景有不同的顏色調校 跟 Huawei 的 AI Cam 都很接近 例如看到花的時候就開了 Flower 的模式 看到日落的時候就開了 Sunset 的模式 到底這算是甚麼很大的突破呢? 同時它的成像效果令整個飽和度很高 有失真效果,所以個人都是把 AI Cam 刪除了大部分時間 另一方面 G7 ThinQ 同樣支援有 Bokeh 景深效果的模式 同時大家看到背景的夢狐效果 都不是青一色的夢狐,而是有漸變的效果 運算算是準確,但效果未算是最自然的效果 印象中 YouTube Plus 或 iPhone 會更準確和自然優和 好了,進正題,到底廣角有多好用和實用呢? 大家去旅行的時候,記得一定要戴 G7 ThinQ 雖然 1807 度和之前的 120 度不能相提並論 但仍然可以在狹窄的空間 將原本拍不完,只拍到部分物件和景物放在 frame 裡面 再次拍到故事物件 之後,見到的故事物件 很快到夜景拍攝,這次 G7 ThinQ 的廣角鏡對比力代手機最大進步的部分 就是它對於元光控制的進步非常大 同時即使是低光場景,同時也有較低的雜訊量 顏色非常鮮艷,邊緣虛化不再是大家需要考慮憂慮的問題 即是F1.9 光圈和1μm 的像素,始終低光拍攝也不算是最頂尖的表現 至於主相機的成像效果方面,這次 G7 ThinQ 繼續使用 Sony IMX 351 Sensor 1600 萬像素,雖然聽起來比部份旗艦手機的1200 萬像素優勝 但透過 LG 優化及比較舊的相機感 放大體時,細節都是一般,有較明顯的銳利化及油壓化 成像效果距離現在頂尖旗艦手機有較明顯的距離 Dynamic Range 動態範圍,同樣一看就覺得總是跟現在頂尖旗艦手機有些距離 有些過時的感覺 光處雲彩的部分絕對完美保留下來 但Shadows 暗處的部分都比較深沉的效果,損失了不少細節 主相機鏡頭的成像效果對比 V30 甚至上代 G6 的進步都比較小 去到夜拍方面,雖然在細節上未必有很大驚喜 但顏色的飽和度及整體氣氛的保留非常好 光處在河邊的燈飾,每一盞燈的效果都非常清晰銳利 沒有果佈的效果 飽和度的確是輕微偏高 但對於這種夜景拍攝非常討好 燈光的氣氛十足 細節真的有點失望 是不是2018 旗艦機應有水平呢? 拍片的效果同樣有點失望 雖然主鏡頭支援光和放手震 但拍攝4K 時,穩定效果非常有限 一路走一路拍攝時,行走的時間上下的仿動效果完全拍攝 而用 Wide Angle Lens 拍攝時,更是站定拍攝都看到有手震的效果 另外這次更特別在拍攝當中的時間,不能在 Wide Angle Lens 和 Standard Lens 之間切換 所以整體,今次的成像效果和拍攝的效果都沒有驚喜,甚至少失望 但 Wide Angle Lens 繼續在拍攝時,拍攝時是非常方便的構圖 成像質素未必是最頂尖,但構圖效果可以發揮大家的創意 多媒體應用方面,應該可以取得一些分數 首先是 6.1 吋,19.5 比 9 的 Quad HD Plus 螢幕 它的確是用 LCD 技術,但亦因為這樣,可以支援 Super Bright Display Mode 可以容許螢幕在陽光直接照射的下午時間 特別光的環境時,可以有 3 分鐘的光亮度 boost 可以達到超過 1000 Nits 的光亮度 雖然現在已經是陽光直接照射的下午西斜時間 手都已經是光到爆光,但 但未需要用 Super Bright Display Mode 但大家看到螢幕的光亮度是十足 對比上次 OnePlus 6 或 U12 Plus 都有明顯的優勢 當中包括顏色層次更加鮮明,細節都很輕鬆就看到了 至於傾側的時間,雖然的確是 LCD 螢幕,所以都會有光亮度的下降 但幅度都是我用過的 LCD 螢幕手機中比較低的水平 同時黑色顯示,背光燈的漏光水平都比較低 顏色顯示的可視角度絕對是一流 同時都支援 HDR10 和 100% DCI-P3 的顯示 螢幕顯示是這個手機的一大優勢 到 Settings 甚至有 LG 歷代最完善、最自由的顯示效果模式切換功能 那麼多模式中,Cinema 最接近 iPhone X 的 DCI-P3 較準 而到 Expert 大家還可以自由調教白平衡,顯示的銳利度和飽和度等等 另一個有驚喜的是支援 Boombox 技術的單喇叭配置 雖然單喇叭對視頻可能有所影響,但它利用到整個機身的下半產生共鳴 整部機的下半都會震的大家感受到 而當大家將手機平放在桌上或木製的產品上,功名就更明顯 低音會更突出,更豐富的聲音 音量絕對是我聽過最大的手機,同時高中低音層次很分明 不過在音樂體驗方面,最大的賣點當然還是Hi-Fi Kodak 雖然我的 BioPlay H99 是藍牙耳機,但它也支援 3.5mm 耳機的音源輸入 我用了 3.5mm 傳輸線後,再把電源關掉 直接用 G7 的音樂晶片驅動 有線傳輸的損耗當然比藍牙 AAC 傳送低很多很多 所以第一件事聽到就是高音在前所未見那麼清澈 高中低頻的層次都是我從來未在這個耳機上聽過那麼誇張的效果 聲場都變得更廣闊,很立體的效果 都用過其他手機再用有線的方式去連接 H99 效果當然是不夠 G7 ThinQ 這麼誇張的效果 絕對是當今,無論是推力還是層次、聲場 清晰度解釋到最好的手機 而我還意外在平時用來串流音樂的 App Tidal 中發現了它的格式 除了有 HIGH 即 Lossless FLAC 的格式外,更多了 Master 的格式 比 FLAC 更有更高,更完美的音質效果 這個 Master 級別是我在這麼多手機上唯一看到的 G7 ThinQ 上 同樣唯一只可以在配備 HIFI Quadek 的旗艦 LG 手機上看到的 還有分有 75 度不同的音量調校 可以很細微地有 75 格給大家選擇 另外在 Settings 大家也可以去設定 HIFI Quadek 的開關 大家如果想聽一般手機用耳機聽到什麼效果 而在 G7 上的效果又是多麼領先,就可以試試這個開關 另外它還有三個不同的 Digital Filters Preset Short 是最廣闊的聲場 比較立體一點的效果 Sharp 是比較暖和柔和的聲音 但聲場有所下降 最後 Slow 是聲場最窄 每一下 Attack 的低音都是最實在、最出力的效果 但感覺比較局促一點,所以我比較喜歡 Short 或 Sharp 的效果 最後這次還加了 DTS-X 3D Surround 的效果 當中有 Wide 即是大家感覺到比較環回立體聲的效果 Front 在你面前唱歌的效果,以及 Side to Side 我自己覺得 Side to Side 的聲場是最廣闊和自然 相對自然 因為開啟了 Surround Sound 功能後,感覺都比較數碼化 所以平常常習慣我都會把它關掉 整體,顏色顯示令人滿意,而非常光亮的螢幕 有驚喜的喇叭音質,以及繼續領先業界的耳機音質輸出 多媒體應用影音體驗,繼續是 G7 最大的優點 最後來到電池續航力方面 比上代有提升的螢幕尺寸,但反而 用一半螢幕亮度才播放一小時YouTube 影片 再看Facebook 一小時,還有打 Clash Royale 一小時 加上三小時的多媒體應用 結果 G7 ThinQ 用了 44% 電池 比起 iPhone X 差的表現 對比上代 G6 也有明顯的退步 所以在電池續航力方面 大家可能在日常需要用無線充電或快充技術去搭救 終結,設計言語沒有革命性改變,但工藝細節有明顯提升 尤其是紅色非常搶眼,加上會漸變 不同燈光照射有不同反射,不同層次的紅色機身非常有深度 而 Notch 加上不對稱的頂邊邊框和左右邊框 加上右下巴的設計,希望下一代再有改善 不過總算大家可以將 Notch 隱藏 而效能和系統操作的靈敏度都有現時當今旗艦手機的表現 螢幕顯示,喇叭外放和耳機音質輸出絕對是這部手機最突出的表現部分 而相機拍攝真的很壞殘盤 雖然廣角鏡頭非常適合大家暑假的時間旅行 低光拍攝也有比想像中更鮮豔和更光亮的效果 但始終設置保留度和明顯的銳利化和柔畫化令成像效果都有所限制 電池續航力令人失望 所以這部手機的過人之處都很明顯,剛才提及了 但不足之處都是有待提升的 分享到此為止,希望大家喜歡,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及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手機評測及比拼 以及其他更多耳機,下次再見 字幕提供 李宗盛 字幕提供 李宗盛